财经天下 由老杨到处说和加美财经合作的一档节目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美欧和亚洲的股市的简报 当地时间11月7日 每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 道指涨1.31% 纳指涨0.85% 标普500指数涨0.97% 中概股涨跌互线 纳指金融指数跌了2.2% 11月8日欧股集体低开 德国的Daxe30指数跌了0.13% 英国富士100指数跌了0.48% 法国歇西40指数跌了0.41% 欧洲斯托克50指数跌了0.30% 都在跌 11月8日 A股A股没有办法延续前几个交易日的强势反弹势头 全天震荡收整理 上证指数收跌0.43% 深圳城指收跌0.58% 创与创与创业板只收跌0.91% 叫做震荡整理 港股今天低开高走 市场继续冲景中期内的防控措施的优化 下午收盘 恒生指数收跌0.23% 恒生科技指数跌1.56% 其他主要的亚太地区的指数 日经指数收涨1.25% 韩国中和股价指数收涨1.15% 好 第二部分 主要的市场资讯 首先谈了中国的热点新闻 第一 内需进一步的疲乱 部分大宗商品价格下滑 中国的通缩压力正在加大 根据彭博社对经济学家进行的调查 经济学家的估计中指显示 十月份中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 可能在近两年来首次线路通缩 一级十月份的PPI将比上年同期下降1.6% 而PPI的9月上升了0.9% 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涨幅 也可能从9月份的2.8%放缓到2.4% 数据表明 尽管政策的制定者已经推出了措施 提振从电动汽车到房屋等一系列商品的需求 但因为新冠防疫的限制措施 抑制了支出 出口需求下降以及房屋建设萎缩 是继续萎缩 中国的国内需求已经近日不减弱 加上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跌 给企业带来的降价的压力 通缩了重新出现将近日不损害企业的利润 不过更便宜的中国出口产品可能会受到其他国家购物者和央行行长的欢迎 因为他们也面对着更大的通胀的压力 第二 受中国大陆需求暴跌影响 台湾食用和出口料出现近三年来最大幅度的收缩 彭博社报导 随着全球经济放缓的加剧和中国大陆需求的持续下降 台湾可能录得近三年来最低的出口增长的数据 根据彭博社调查的经济学家的估计中指 台湾10月份的海外出口货 预计将比去年同期收缩6% 这将是2020年1月份以来最严重的下降 当时出口下降7.6% 进口预计将下降5% 这也是连续第二个月出现的收缩 在此之前的两年进口没曾出现过的这样的下滑 中国大陆和香港购买的商品占台湾总出口的约40% 不容乐观的经贸易前景 将对台湾今年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预计2022年的GDP将比前一年增长约3.2% 不到去年增幅的一半 第三条 10月8号 胡论研究院发布了2022年胡论百富榜 胡论百富董事长兼首席研究员胡论说 今年中国超级富豪的财务缩水幅度是过去24年来最大的 胡论富豪榜对净资产不低于50亿元的 中国富豪经营排名 根据榜单信息 今年只有1305个人上榜 比去年减少了11% 今年上榜的中国富豪的总财富达3.5万亿美元 比去年下降18% 2022年的胡论百富榜显示 截止2022年9月15号 龙虎山群中山陕 以4550亿元的财富 第二次成为中国首富 字节跳动的张一鸣 以2450亿元位居第二 灵德时代争议群 以2300亿元位居第三 碧桂园一直在跟债务问题作斗争 其背后的女商人杨慧嫣财务缩水 157亿美元 是2022年上榜富豪中财务缩水幅度最大 腾讯创始人马化腾的财务缩水 花行人增设人民币股票交易的巨柜台 有关法律修订年内 将下立法会提交 因为店铺租金的下降 李良宝格丽 宝格丽等品牌 分约在香港开设新店 香港著名的广东道汇聚了大量 奢侈品品牌的商店 因为疫情最近两年 许多商店处于关门的状态 不根据日本的日经新闻报道 最近有迹象显示 豪华猪宝品牌宝格丽 凡克亚宝 戴比尔斯 准备进军广东道 中国运动品牌李良 最近已经入驻香港 标志的购物和娱乐区 尖沙嘴 另外中旅免税店分别的 9月10月的中环和 铜锣湾区 开设了零关税的商店 根据有关的分析 越来越多的品牌商 正在扩大在香港的业务 部分原因是堪称全球租金最高的 香港目前的店铺租金迅速下降 根据戴德良行介绍 尖沙嘴7月到9月期间的租金 平均为每平方英尺 854港元 是2018年的一半 海外市场热热眼新闻 第一 美国当地时间纠二将迎来 国会的中期选举 民调显示共和党有望掌控众议院 对参议院的争夺可能更为激烈 美国中期选举之际 美国股市已经连续第二天的上涨 根据过往的历史的数据 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的第四季和第二年 往往是股市 在总统一任 四年来表现最强劲的时期 摩根斯丹利的策略师 迈克威尔逊认为 中期选举将使投资者有理由继续看涨美股 但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的飙升 可能会限制标普五百指数的一些涨幅 第二 临近中期选举 最近赚出了吃瓜群众眼球的 推特新主任 马斯克也来丑闹了 他在周一花推文鼓励 有独立思想的选民投票给共和党 他在推特上说 全力共享限制两党最糟糕的过渡行为 建议投票给共和党的国会 因为总统是民主党 不知道这位可爱的马斯克 这言论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会有什么影响 不过根据美国科技媒体 Leviga的报道 自马斯克接管推特首周 推特用户增长创历史新高 第三 马斯克忙着推特的转型工作 导致让斯特拉的投资者含心了 当地时间10月7号 特斯拉股市价跌多达5% 一度触及2021年6月以来最低水平 因为投资者担心马斯克将注意力 转移到领导推特转型的工作上 如果转型不顺利 恐怕通过出售更多的特斯拉的股票 来弥补损失 第四 美国房价连连下滑 根据有关的数据 五月份以来 房主的房屋净值已经共损失了1.5万亿的美元 房屋净值通常来说就是 房产估值减去房屋贷款债务的余儿 是房主世纪拥有的房屋的价值 根据CNBC分析借款人的房屋净值减少 是因为抵押贷款利率的近年年初有所上升 使得购房变得难以承担 因为五月份以来美国房价持续的走落 第五 大摩的顶级分析师说 科技巨头大规模裁员是美股上涨的信号 最近从推特的脸书的母公司Meta都在宣布裁员计划 导致市场看跌科技股 但准确预托到了今年股市暴跌的摩登史丹利顶级 策略师的迈克·维尔逊 不认为科技行业已经挂掉了 还在 他接受彭博电视台访问时说 当裁员周期开始争论开始时候 那是我们看涨的关键之一 因为此举意味着企业经营杠杆的损失将会停止 他表示 美国股市正在接近熊市的底部 需要注意在上一轮下跌中哪些股票表现更好 因为正在告诉你 在下一轮的上涨中 哪些股票将表现得更好 再来几条分享欧洲市场的动态 第一欧盟经济专员保罗珍蒂洛尼 星期一表示 面临能源危机和高通涨 欧盟经济将在未来几个月出现萎缩 第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 当前的通胀太高 需要再次加息 必须让通胀降回2% 第三立陶宛驻台湾地区 是台湾的代表机构 10月7号立陶宛贸易代表出正式挂牌 意味着立陶宛跟中国的警战关系 可能会进入了加剧 那么这个来讲呢 就是中国和立陶宛之间的关系 一直在持续的紧张过程中 好了 我们来解读最后的一个重点资讯 来谈谈美国的中期选举 备受全球瞩目的美国中期选举 大戏即将开幕 最近的民调分析显示 共和党大概率会失去 对共议院的控制权 这不是简中媒体所说 对参议院的控制权的争夺 可能优为嚼着 不过随着拜登支持率的下滑 民主党失去的 对参议院的控制权的可能性 也将随之增加 如果最后的选举 结果表明国会和政府 有不同政党主导 这将意味着任何的可能 带动摇经济前景的重大立法 都拦一路过关 未来两年 不会存在极 会存在极大的不切定性 这也是投资者 目前看涨股市的原因 就未来两年 不会存在极大的不切定性 这是投资者 目前看涨股市的原因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 在明天的选举中 中期选举 共和党将大获全胜 华盛的邮报 在周一分析文章说 在周二举行的中期选举中 共和党人将不出意味的获胜 而且很可能 大比数的获胜 这将有可能为 2024年共和党拿下 白宫铺平道路 彻底打破近30年来 美国的政治僵局 在美国政治历史上 似乎有个惯例 每当一个政党 拥有联邦三联胜 就是同时掌握白宫 众议院参议院的优势太久 选民们会选举倾向于 中期选举中打破这个僵局 2008年 2020年之后的民主党 1994年 2010年之后的共和党 都是选民的选票 很重要 叫理智选择 美国智库的道德与公共政策中心的 高级分析师 亨利·奥尔森认为 尽管一些预策分析在参议院的竞争中将出现平局 但这些预测的低谷了一个政治常识的影响 中期选举总的来说就是对总统的全民公投 长期以来 美国总统的支持力一直是预测他的政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多少选票份额的一个有力的指标 从当前的民调数据来看 拜登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总统 以二战以来所有其他总统相比 拜登他任内的工作支持力仅比两位总统的支持力略高 一位是罗纳德里根 还有另外一个是唐纳德特朗普 拜登的民调是如此之低 这注定的民主党人的表现会很糟糕 拜登在2020年最有争议的几个州 内华达州 阿里桑那州 佐乔治亚州和宾世华尼亚州 最多只获得了2.4个百分点的优势 由于民主党参议院的候选人不大可能取得比拜登的支持率还高 5个百分点以上的支持率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他们将在这些关键州取得的支持率将没有把敌过共和党人 所以民主党极有可能会失去对两院的控制权 那么州二的中期选举结果将在短期内的股市造成影响 摩根斯塔利把标普500指数的上行目标 设在4000点到4150点之间 策略师威尔逊表示 如果共和党赢得了对参重两院的决定性的控制权 可能会在本周达到这一个目标 那么Fundstar的Tong Lee在周一的订会报告表示 中期选举和周四的CPI数据可能成为本周投资者情绪的游戏改变者 并引发股票的反弹 根据这些事件的变化 股市可能会攀升 因为很多坏消息已经被消化了 这里是财经天下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